你只要打开CES的官网 你就能看到一张大量的图片 就是这一张 它是一款无人机 然后这个企业呢是中国的 我觉得这非常厉害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展台 我们看到它是卖什么样的无人机 我们发现有一家无人机企业 悄悄在苏立市和硅谷 连接投入了研发中心 并更投了无人机管理平台AirMap 它便是一度曾被英特尔投资的 被寄予厚望的中国本土无人机厂商Unique 好翔 在无人机圈 Unique谈不上开拓者 前面还有DJI 3DR和Parrot 人们记住它更多是因为 英特尔2015年 对其6000万美金的投资 要知道 当时外界多数人 对Unique背景并不了解 但其实啊 Unique是一家具备十多年航模和载人飞行器背景的低调企业 成立于1999年的Unique好翔 目前仍以中国昆山为主要研发及生产基地 美国洛杉矶 德国汉堡 中东DeFi和中国香港为海外产品的销售地区 早期它为模型圈品牌商Horizon提供多年的产品ODM服务 其中步伐广受圈内模有喜爱的火鸟 模型圈第一款RTF无线电遥控电动模型 以及世界最轻RTF-4通道直升机MCX 这些都是模型圈的鼻祖机产品 和众多玩航模的人一样 Unique的创始人也有一个蓝天梦 但不同的是 2008年 Unique凭借对航空梦的执着毅然决定进入通用航空领域 开始了固定翼载人飞行器的研发及投入 2010年 Unique凭借其一双双座电动载人飞机E430 也获得过英国博物馆授予的最佳运输设计奖 及美国林伯格两大奖项 另一款单人的电动载人飞机E-SPYDER 取得了世界首个电动载人飞机试航证 无人机生产商Unique浩翔科技 在今年的美国拉斯维加斯CES2018上 发布了全新的固定翼飞机 Firebird FPV 及竞速机HD Racer 同时还展出经过全面升级后的台风H Plus 我们在现场非常有幸的请到了负责人陈先生 请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你好陈先生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在官网看到了你们的图片 首页就有大大的四个角的无人机 其实这个产品是我们一个比较老的产品 是两年前的了 可能他们挑选这个产品主要就是正好代表 无人机这个形象 所以他们就用了这个胶片 哦 这样 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们跟英特尔的合作吗 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主要我们跟英特尔的合作是在这个ViewSense的功能上面 这个ViewSense功能呢 主要是一个币降的功能 我们在差不多一年多之前已经上市了 就是在洗钱上已经在卖的了 好 那如果跟市面上其他的无人机相比 你们的竞争优势在哪里呢 主要是看什么产品呢 我们这个英特尔的币降的这个功能是比较全面的 它可以帮你去窃进一个比较好的路径 去避过一些路向还是什么样的都是 跟其他就是只是看到一些路向不一样 所以也方便我们是比较好的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镜头啊 在同一样的价钱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竞争力 那咱们现在在市面上哪能买到这些产品呢 现在在市面上我们都主要是一个叫Typhoon H的产品 那么今年2018年呢 我们第一季度我们都会有三到四个产品会上市 那么可以针对不同的市场 有不同的市场的情况去销售 那像是咱们的这款无人机售价大概是多少呢 这个售价大概是1500到1800美金 主要这个就是一个最新的台风 那咱们这个是在哪里制造 是在美国本土制造还是在中国制造了 还是上海 上海 是我们自己的工厂 我们是全中国无人机的品牌来说工厂的 只有我们跟代价两个人在有自己的工厂 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对于Unique Typhoon H 这款外形庞大的无人机 你首先注意到的当然是它的尺寸 六个悬臂可以折叠 轻松放入包中 这款六旋翼飞行器其实就是一个摄像平台 旋转云台上面有一个像网络摄像头式的球形摄像机 可以录制4K UHD 30帧 或1080P 120帧视频 此外它还可以拍摄分辨率高达1200万像素的照片 给Unique Typhoon H的电池充满电 需要数小时 如果需要持续飞行 电池续航时间则只有15分钟左右 当电量即将耗尽时 无人机会进行多次警告 然后自动向下飞行至地面 你可以将着陆架抬起来 然后只要一按开关 就可以让它机体分离 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